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還要對俄羅斯祭出 更嚴厲 更多元的制裁 因此我們就看到 現在的俄羅斯民眾 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你可以看到 現在擔心盧布便避止 他們開始搶購物資 進行來囤積物資 我們可以看到 這樣的一支戰鬥民族 你說他們害怕 他們未來生活怎麼過嗎 不必擔心 為了對付他們心中 邪惡的美帝制裁 他們已經就戰鬥位置了 今天我們要帶您來看到 更多不為人知的 戰鬥民族的故事 一塊來了解 我們現在介紹今天 參與討論的幾位來賓 歡迎蔡總 歡迎高超 歡迎黃安 歡迎國安 歡迎任俊 好 一開始我們請蔡總 帶我們直擊莫斯科街頭 來看到現在的莫斯科 在俄羅斯民族 我們講戰鬥民族 他們過著什麼樣的日子 現在俄羅斯動用了 70億美元外匯儲備來護盤 對 所以昨天的俄國股 不是 強力緩彈14% 另外一個盧布也對美元 升值了快12% 但是危機解除了嗎 沒有 是 因為上個禮拜的週末 美國參眾兩院 一致通過了一個制裁的法案 現在等歐巴馬總統簽署 一簽署加重對俄羅斯的制裁 凡是俄羅斯的國防企業 能源企業 假如是有援助烏克蘭的話 美國會將以嚴厲的制裁 這個恐怕會讓俄羅斯的狀況 再度的雪上加上 什麼意思 美國一副就是 趁你病 我要你命 要打折水滾上 對 沒有出這一招的話 歐巴馬絕對沒有辦法 讓普丁一刀斃命 是 普丁不一刀斃命的話 絕對不會在烏克蘭的問題 對西方國家來讓步 但是在這樣的一個對峙之下 苦了誰 苦了老百姓 苦了這1億多的俄羅斯的民眾 我們先看一下外媒 關注俄羅斯的民生經濟現況 這個是華爾街日報的中文版 他說俄羅斯有可能遭遇到 前蘇聯式的突然就崩潰了 那是很苦的一段記憶 對啊 那時候這個民不了身 但是很奇怪 他說大部分的俄羅斯 比沒有把這個問題歸咎於普丁 還是很支持這個普丁 他們這個愛國心 真的我們難以理解 我真是永遠忠誠 好 這裡特別講 他們開始會針對一些 汽車 家電 這種大建的商品 因為能保值 他們喚起了1998年16年前 資產縮水的恐怖的夢夜 為什麼 那時候大家 畢生的機器放在這個銀行 但是蘆布大扁之後 其實一下子變成了怎麼樣 泡沫 所以大家乾脆去買一些東西 我至少有實體的東西 還看到東西 這個是英國的衛報 他還講說 現在民眾昏很多的一個 不同的感受 假如有錢人的話 我算一下 今年俄羅斯的富豪 大概資產已經縮水 620億美金 這樣很嚴重 將近台幣2兆 當然一般的民眾 有的說我沒什麼錢 所以乾脆蘆布貶 也沒有什麼關係 不過這裡有一個案子 有一個退休的人 他過去每個月可以領到 1萬2000塊的蘆布 大概這一波蘆布沒有貶值 我幫他算一下 大概是340塊美金 大約就台幣1萬 所以蔡總跟我們講到 這個俄羅斯民眾的現場值 你可以看到這支戰鬥民族 他們心裡是怎麼樣 當你覺得你把國家帶到這個時候 你會用普丁嗎 你會養普丁嗎 沒有 他們照樣支持到底 然後他們還用冷笑話 來宣洩自己心裡的挫折 但是生活過得很苦 他現在蘆布大扁了之後 他大概一個月只能領到 5000多塊的台幣 怎麼過活 牙一咬 還是得過 好 現在我們看到 這個一般中產階級 大概現在搶購什麼東西 到IKEA去搶家具 各位 你現在蔡總要帶我們 一張一張看進去 都是最新今天出來 莫斯科街頭的照片 對 這個歐洲最大的家具 連鎖店 IKEA 你看現在人都要排隊 這個是準備結帳 對不對 排隊 每個人在這邊 安安靜靜 還滿有置信的排隊 所以這種 你讓我們看這個IKEA IKEA都還不是吃的 不是麵粉 不是每天 他這個都要搶 這個是耐用的 就是你現在錢要去買 對一般不是那麼有錢的人 我現在擔心盧不貶值 我要保值的話 我要買那個東西 可以用久一點的 用久一點的 你看一買 大家都大包小包的 有沒有 不會說只買一小件 對 像有時候我們去IKEA 我們頂多就買一件 一下子就出來了 你看 好 既然這一個時刻 我不多買了 更待何時 你看每個人買了這個 多好幾大件 而且你注意我們拍照比方說 他們臉上的表情其實是 日子 苦日子就要來了 還是非常的淡定 這支民主 淡定 其實大家 你看這個臉色當然不是很好 但是還很淡定 再過來搶購什麼東西 家電 家電也要搶 耐用 而且冬天這麼冷 家電一買就可以 換幾年的時間 好幾年 對 現在家電 他們通常去購買的是什麼 平板電視 還有什麼3C的一個電子 手機這些 通通都有 有一個人說 他一個禮拜以前 他已經搶了什麼 那些咖啡機 已經漲了25% 現在想一想不對了 買太少 繼續的下來 什麼其他的 通通的搶購 所以你可以看這個家機店 這個是店員 對不對 顧客排成一對 所以很有秩序的 他現在正在銷售家電 就怕蘆布變成了壁紙 你看你再猶豫一下下 你明天要付出更多錢 才買得到 我們來看一下 俄羅斯歷史上有一年 是1921年 那一年就是產生了大饑荒 心裡 俄羅斯民眾心裡有一個 最深沉的擔心和害怕 這就是他們心裡最大的夢魘 這差不多不到100年 那一年從1921到隔年 1922僅僅一年500萬人 俄羅斯有500萬人死一饑荒 餓死 500萬人餓死 我們先看這畫面 當然這個很殘忍 這就是餓死的這個屍體 你看當時的人 這個古代的穿著就比較古 你看機民這麼多 你看這些小孩子營養不良 這個畫面可以 像瘦成這樣 但挺一個大肚子 這個就是所謂的營養不良 你看古獸如柴 然後面無表情 這根本就是機靈遊戲的翻盤 機靈遊戲的翻盤 而且更可怕的 最後淪落到怎麼樣 吃人 能吃人 甚至一個家庭 有這個家人過世以後 其他的家人為了要生存下去 不得已吃他的這個 真是人間煉獄 蔡總 非常可怕 所以現在擔心的 就俄羅斯的金融風暴 假如沒有辦法 或者控制的話 將來俄羅斯 在糧食的攻擊的問題 會產生很大的麻煩 好 我們看到 1921年俄羅斯的大饑荒 就是現在莫斯科民眾 整個俄羅斯這次戰鬥民族心理 最大的夢魘 可千萬不要再複製 但是高超 是 我們講到 你今天普丁把一個國家 帶到這個樣子 幾乎整個美國帶頭來制裁你 結果搞下去的話 真的要到民不聊生 那換作是任何一個國家 在台灣早就把這個政府給掀了 拘到不來 居然俄羅斯民眾 他們還是高度支持普丁 怎麼會這樣 剛剛VCR裡面看到 是叫做飢餓遊戲的俄羅斯版 已經正式上演了 但是他們事實上 我們知道俄羅斯裡面 他們還是以國慶日 這種好像軍葬的演習 感覺上充實自己空虛的內心 其實俄羅斯人非常的苦 剛剛蔡總提到 民不聊生 民不聊生 為什麼 因為除了工資不漲 物價什麼都漲 什麼都上漲 剛剛提到了 所以他們有苦 但是他們為什麼 他只有四個字 他們叫做戰鬥民族 戰鬥民族背後就八個字 唯一的總統絕對服從 永遠效忠的戰鬥民族 你看看 左邊普丁 右邊是他們船艦炮利的 閱兵大典 就在紅場 他們的國慶日 其實看看 他們是非常的空的一家公司 空的一個國家 為什麼 除了是內憂外販之外 剛剛提到物價都上漲 大家都搶購食物 但是他在國際間的經濟戰爭 他是處於弱勢 為什麼 蘆布非常大幅度的貶值 即使今天有稍微的上升一點 但是過去在2008年的時候 他們習慣什麼 貶值 為什麼 2008年俄羅斯跟格魯吉亞 開始戰爭的時候 很多外資都撤出去了 所以那個時候2008年 經歷過一波俄羅斯 最嚴重的什麼 貶值 到後來的海嘯金融風暴的時候 也是第二次貶值 所以他們認為是什麼 習慣了 我們又不是被嚇大的 我們也走過盧布貶值 但是你看 我們現在現場看的VCR裡面 軍演 軍演造成俄羅斯整個的民不聊生 但是他們認為什麼 這是一切是美國的引流 他們不認為是自己的問題 是美國在發動經濟戰爭 所以對俄羅斯民眾來講 千錯萬錯 不是普丁的錯 都是邪惡的美帝發行 邪惡的美帝 但是你知道美國忽然有一個 叫做蓋洛普 一個國際知名的調查 竟然做一個民意調查 民意調查俄羅斯裡面的 最重要是說普丁帶領國家的方向 到底對不對 有80%的民眾認為普丁帶領國家 是正確的 日子過程這樣子 還有超過八成的支持度 對 這是他的政策 但是對普丁個人的支持力 有民眾有83%的人支持普丁 我們現在馬英九在不到9% 7% 所以這個國家讓我們更好奇的 這支戰鬥民族越苦 越支持他們的領導中心 對 你知道戰鬥民族 不只在軍演裡面 連攝影棚 連主播都是戰鬥民族 你說連播新聞都很fighting 播新聞都是戰鬥民族 你知道嗎 最近俄羅斯裡面有一個電視台 叫RT電視台 RT電視台裡面 阿拉伯頻道裡面有一個主播 竟然怎麼樣 怎麼啦 竟然把虛擬的一輛戰車 開進攝影棚 他是用3D的戰車 在攝影棚裡面出現 你說他播新聞播一播 搞個虛擬坦克開進去 坦克進來 戰車坦克進來 然後而且實彈 實彈發警 而且現場的攝影棚裡面 映霧明白 所以那個畫面你可以看到 播播到一半坦克開進來之後 還跟你虛實合一 蹦一個現場還有煙 弄個聲光效果十足 而且他們用非常多的技術 叫做擴大一個實景的技術 讓攝影棚增加整個動感 攝影棚就是戰場 他們播新聞的非常戰鬥有沒有 十字刻刻要打仗 我們講戰鬥民族不只是主播 俄羅斯裡面的上上下下 男男女女 牢牢右右 都是戰鬥民族 你看我們以一般的男生來講 俄羅斯男生 好 跟我們現在國軍來做比較 我們國軍要一個… 要合格是什麼 拉單槓 拉六下 拉單槓 對嘛 拉六下可能就有些人 還拉不上去了 對不對 我們國軍就合格 俄羅斯不是這樣 俄羅斯男生 我們再看一個影片 俄羅斯的人他們在吊當槓 各位看一下 好 上去 左右翻准 他是什麼 強力迴旋 這是一般的男生而已 一般體育的男生 這還不是選手 這不是阿兵哥也不是選手 這是一般公園 一般公園裡面 他們要來卡莫了是不是 他一邊跳一邊跳舞 左右跳 而且你看他跳得動感 這就是戰鬥民族的 連著好像拉單槓 簡直在跳舞一樣 橫空靈活微步 而且非常輕鬆自在 各位看他 好,我們再看他 好,上去 又重轉 我跟你講 這個如果在戰場上來講 我相信美國… 美國兵不是上隊的對手 所以你看 對 戰鬥民族的地心 力跟我們不一樣 對,我們看看 一般公園裡面而已 他簡直隨時是戰備狀態 另外你看,剛剛是男生 其實女孩子… 俄羅斯女孩子也厲害 你看,另外一個是單槓 我來看一下 一隻手 對嗎 這個隨便公園、公… 這個很危險 這個叫人體國旗 他把一個人放在窗外的欄杆上 這個真是太危險了 對 千萬不能模仿 對 這是戰鬥民族 特別我們要跟大家講 因為簡直是非人、超人的體能 像我們在一般的公園裡面 台灣的公園看不到 身體當成一幅棋子 人體國旗這樣飄在外面 像風的飄一樣 在外面 這個是…基本上就是俄羅斯 現在絕對服從 所以戰鬥民族 大概就是男人才做的 男人 那我們看看…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有沒有一般的女性 你說他們女性也很強大嗎 對,女性當然是戰鬥民族 這是…你看俄羅斯的女性 這… 這個是鋼管嗎 不…這不是鋼管 這是有技巧的 這個也是在公園的 一般老百姓到得了 這不是特技… 他們在一般的公園裡面就發覺 每一個人…你看,這是女孩子 她可以像成一個體操選手 這是甚麼 雅連… 很阿羅多姿的身材 雅連之下 非常拼蹄的身材 怎麼有這麼大的力氣 而且… 我們哪聽到俄羅斯去旅遊 公園幾乎都是呈現這樣的 你說她是一個戰鬥民族嗎 當然是一個戰鬥民族 那一般的女性 當然連小孩子也叫戰鬥小孩 是嗎 所以你覺得說… 戰鬥民族是俄羅斯男人錯了 連婦孺都很強大 我們看這個視頻裡面 這是…你看 這個好像是在美國發生 要進去格鬥場的感覺 對著鏡頭挑釁,她要做甚麼 全世界的格鬥比賽 好像在俄羅斯裡面發生… 這是一個小孩子 180度吧 你看他的肌肉一塊一塊拼起來 對,而且是在單槓上… 你看單槓是在做福利挺身 這樣的感覺 這…不要講 這我們一般小孩子一下都做不了 他還是騰空的 我覺得這基本上 有點像是合成畫面 這不是… 嚇死人了 你看他 他如果是大概五、六歲的小孩 可以這樣 你看未來二十幾歲 他會變成怎麼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個俄羅斯戰鬥民族 從男人、從婦孺 個個都強大 但是俊夏你知道嗎 他們不只是坐單槓 其實我們一般對小孩子是養貓 養狗、養小鳥、養花 是 寵物 俄羅斯不是 不然呢 他們跟小孩子…小孩子養甚麼 那不是寵物,養熊 小孩子養熊? 養熊,你看 那是一隻中熊 而且這次不是小熊 而且是互相訓練小孩子 做跟熊做格鬥 小朋友跟熊在打架嗎 對,熊在打架 這個是格鬥下去,你看 他不怕他咬嗎 一口下去就沒命了 沒有 俄羅斯認為你唯一最有榮耀 是跟熊在一起做搏擊 然後再把他撩倒 做打鬥,對 這個就是整個戰鬥民族 最明顯的呈現出來 這個小朋友大概五、六歲吧 所以從三歲開始訓練 就要跟熊搏鬥 他們大概三、五歲開始 就訓練這樣的人 這個是一個民族性 所以剛我們看到了 在俄羅斯從男人到婦孺 個個都強大 等一下回來 但你看到這隻戰鬥民族 更多不為人知的 你知道 這隻民族他們居然都不笑的 為什麼 不要走開